這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 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的主流民意 他覺得民進黨總統票拿了40%點幾 然後政黨票拿了36%還是38%的是吧 覺得你看看你又不過半 你就代不了台灣的主流民意 我在分析這句話以前先給大家看一下 中國國內就這個事情很多人都不買賬 而且不但是所謂反賊 就是支持台灣的很多人不買賬 粉紅也不買賬 為什麼呢 粉紅說這麼高都不是主流民意 那很明顯選民進黨就是要台獨是吧 你們還說不是主流民意 你再幫他們打掩護是吧 大家好 我這兩天一直忘了把他拿出來了 我其實本來不想帶他的 但是我路上我不是帶了很多三腳架嗎 放燈啊什麼東西的 三腳架的袋子太長了 我就把它塞在三腳的一頭 這樣把它填滿了嘛 這樣子那個腳架就不會摔壞 今天正好拿出來啊 我們來講一下中共方面對於台灣選舉的反應 其實並不多 但是很值得玩味一下 還有昨天晚上開始就有很多朋友發各種各樣的鏈接給我 說有人在現場監票發現有人在做票 就是舞弊 我們簡單談一下這個東西 這兩點 普遍共識和穩固格局不會改變 今年多了一個穩固格局 然後一個中國原則是維護台海和和平穩定的定海神針 加了這麼一句 是吧 2020年代然後有一個希望 並且相信國際社會會持續 這邊沒有希望 其實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 但是他加了這一句定海神針是吧 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是在針對賴清德之前接受采訪的時候 賴清德講了兩岸的定海神針是民主 是不是針對這句話是吧 就是說到底什麼是定海神針 到底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就所謂統一呢 還是說這個是民主 賴清德這句話其實真的是戳到痛處了 所以他要故意的這裡要修改一下回應一下 那外交部裡面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但是國台辦的是有很大區別的 這是今年國台辦發的這個 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們直播的時候他發的這個東西 我對比一下2020年的 基本上措辭是修改很大的 兩個沒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其實也是很多這個話反對各種形式台獨 都是只不過說重新組合了一下 我簡單讀了一下 我個人的感覺是2024年好像要更緩和一點 感覺更緩和一點 比如說這次選舉改變不了兩岸的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 改變不了兩岸同胞越走越清越走越近的 共同願望是吧 大概這是我個人感覺 但是今年跟去年最明顯的一個不同 不是去年跟上一屆選舉 最明顯的一個不同就是 這次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顯示 民進黨並不能代表島內的主流民意 他覺得民進黨總統票拿了百分之四十點幾 然後政黨票拿了百分之三十六二十三十八的是吧 覺得你看看你又不到不過半 你就代表不了台灣的主流民意 我在分析這句話以前先給大家看一下 中國國內就這個事情 很多人都不買帳 而且不但是所謂反賊 就是支持台灣的很多人不買帳 粉紅也不買帳 為什麼呢 粉紅說 百分之四這麼高都不是主流民意 那很明顯選民進黨就是要台獨是吧 你們還說不是主流民意 你再幫他們打掩護是吧 然後另外一邊就像我們肯定是覺得 這個當然是主流民意了 但是這個主流民意並不意味著就是 極獨或者這樣的民意 而且台灣普遍的在壓倒多數的主流民意是反對 在中共現在的框架下進行統一的 所以這是哪跟哪 好我們來簡單看一下這句話 不能代表所謂的黨內的主流民意 昨天具體的統計結果已經出來了 投票率非常的高 因為昨天我看的是台北地區投票率只有70% 我想可能投票率可能在70%左右吧 全國的投票率是75% 我看看我應該沒有弄搞錯吧 我應該沒有搞錯是今年的 是今年的嗎 我希望沒有搞錯 反正投票率是很高的 那麼我們對比美國以前的投票率 美國上一選舉投票率已經接近70%了 60%幾 這已經是最近的 最近的100多年以來的最高了是吧 才60%幾 台灣現在隨便一次選舉都是70%70%幾 而同樣作為對比的我們就是香港的區議會選舉 你看看去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 優質民主實踐充分反映民意 怎麼說呢 區議會選舉的總共的投票率是吧 史上最低官方公佈的是27.54% 這是官方公佈的 然後這是總的投票率 然後我們在算里面單個的最高的得票數 比如說他這裡有報道 票王票後 就是在這個選區裡面我得到的票數最高的 這個人是拿到了63%的票 是在香港輕一選區拿到了63%的票 我查了一下香港的輕一選區 基本上投票率是在27%左右 你用27%乘以63%最後得出結果什麼呢 17% 就是這一代的有投票資格的人的17% 而且這還是票王票後 選了候選人出來 然後你告訴我這是優質民主實踐 充分反映民意 相比於台灣現在的 你哪怕拿賴清德40% 那麼70%投票率40% 也是相當於所有具有投票資格的人的30% 差不多30%是吧 選擇了賴清德 那跟你剛才的17% 這是沒法比 而且其實他還有一個混淆概念 台灣的選舉制度它是不一樣的 我其實一直以來就覺得台灣的選舉制度 可能將來可能會是不是有所變更 可能因為它跟很多其他國家都不一樣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澳洲的 法國的 美國的或者什麼樣子 美國長期是兩黨輪流執政 但是美國除了總統選舉以外 還有各種各樣的去制衡的機制 我們來看一下比如澳洲的 澳洲的 我們澳洲上一屆選舉的結果相比 我們澳洲是強制投票 不投票要罰錢的 但是投票率依然沒有超過90% 很多人不在乎那100多塊錢 那麼這個我給大家看的叫 First Preferences by Party 我們澳洲投票是這樣子的 選票上會有很多選項 讓你選擇我第一選擇是誰 然後如果這個沒有選上 那麼第二選擇我把票投給誰 是這樣子的 所以第一選擇的話 就是全國所有人第一選擇 那麼投給自由黨的是24% 是吧 那麼最後勝選的工黨是33%不到 32.5% 這是他的第一選擇 那麼如果我們按照台灣 其實沒有票上只有選一個 沒有第二位第三位的 沒有所謂的撥票制度 所以你也可以認為澳大利亞工黨 上屆是拿到了32%的選票 然後得勝了 這個合法性還不如台灣的這次的 還不如國民黨的 還不如台灣這次國民黨的 所以這是澳洲的選舉情況 那麼法國就更加明顯了 法國是最後進入一個總決賽 一共有幾個人進入總決賽 然後大家第一輪開始投 投嘛把最末一位殺去 然後再投第二輪 然後一輪一輪一輪這樣過來 你看第一輪的話 馬克龍只得到了27%的選票 勒龐17%或者18%的選票 然後這樣一輪刷下來最後一輪 馬克龍以58.5%的選票 贏了勒龐 那麼台灣不是這樣子的 台灣而且這也是第一次之前兩黨輪流坐莊 現在是三黨在一起 台灣並不是這樣子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台灣這次選舉 不能代表一個普遍的民意 如果台灣也像這麽搞的話 最後也會選出一個超過半數 甚至是絕對多數的這樣一個票數 所以我當然這個話不是講給台灣的朋友聽的 是吧 因為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什麽主流民意或者什麽樣子 到底是應該怎麽去衡量 怎麽去計算的 所以綜上所述我就是覺得 剛才中共的這套文宣的聲明里面 其實周圍本來就是我很想黑 但是我又不敢黑的太厲害 這也是為什麽小粉紅也在攻擊這句話 我想黑但是我又不知道怎麽黑才合適 然後我就只能把這句話放在這兒 儘管還不是很合適 但是也只能這樣了 只能做到這一點了 而且我看了一下對比其他的人民日報 新華社然後央視新聞 他們所發布的公告 跟外交部的公告有點類似 也有所不同 似乎沒有一個好像非常統一的通稿 給我感覺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次的中共反應目前為止就是這樣 我怎麽講的 說的好聽就叫還算是比較克制 說的不好聽一點 其實我以前直播里面講過了 他們其實做不了什麽東西 他們現在在他們2020年那個時候算是站在實力最高點的時候 然後也做不了什麽 現在就更加做不了什麽東西 好簡單講一下關於很多人發給我的所謂坐票視頻的東西 我簡單截取了一段 大家看一下 這個視頻在目前勇敢傳播看的人還挺多的 請問一下 你為什麽要一直在那邊偷東西啊 他在幹嘛 我在等票啊 阿不是等下 等下打開來直接念就好啦 等下可以麻煩您直接打開來念就好 可以現在先不要等票嗎 等一下 下次還是會給你們看的 那我們現在先不要等票 基本上就是這樣 全長是有幾十分鐘有很多個視頻剪在裏面 大家如果感興趣可以去搜索一下 在油管上搜索坐票兩個字 立刻就能看到這個視頻 至於這個事我是這麽看到 第一個我不太喜歡這裏面的配樂 當然我知道有的時候你會通過剪輯或者配樂 來強調自己的觀點是吧 但是如果你的觀點是說 我已經找到了一個確凡的證據 或者說我有一個壓倒性的證據 來表明這裏面有問題的話 而不是只是好像對方疑似怎麽樣 或者怎麽樣的話 你配上這樣的音樂 非常緊張的音樂是吧 我當然這會讓大家引起大家注意 但是我總覺得這個事兒 尤其是當你涉及到民主政治選舉的時候不太合適 然後我雖然昨天沒有去看最後唱票 但是我上一次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我現在看過了 然後我也知道 這基本上也是公認的 台灣有的幾乎是全世界最嚴密的 這樣一套防止作弊的流程 一個一個票展示 一個一個票唱出來 然後遜而且也在很短的時間把票數統計上去 在很多人口密度沒有這麽密的國家 或者說美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 感覺就是個奇蹟你知道吧 然後所以我覺得在這樣嚴密的系統里面 而且它應該也有 據我所知現場是有錄像的 是吧 所有的過程都是有錄像的 所有的票都是分存的 可以拿過來重新核驗的 就核驗好了嘛 你就去發起核驗好了嘛 但是我也知道並不是說某一個人說 這個票有問題 然後中央全球委員會就一定會啟動調查 所以最好的辦法 我們會就是你覺得這個投票站有問題 你去找這個投票站 你覺得可能受到影響的立委候選人 是吧 讓他去或者通過他的黨派去舉報也好 去抗議也好 去要求重新複合也好 我不太了解台灣的這個東西 選票如何複合這個過程 但是與其說發布這些東西 然後希望通過輿論來怎麼樣子 你不如就直接先走正規的流程 如果走不了了 然後你再走這個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只能這麼講 這個也不是新鮮事了 尤其在2020年美國選舉之後 世界各國 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亞是吧 各國的選舉包括公投 大家對於投票都有一種心理都有這樣一個東西 會不會有人在後面偷偷的把我的票改了 或者把我的票宣佈作廢了 或者什麼樣子 幾個月以前澳大利亞剛剛舉行了一個全民公投 當時我也去現場當志願者或者怎麼樣子 然後的確就有很多投票的人會把我拉過來說 你要小心 你要讓他們小心 要自己帶筆 不要拿現場提供給你的鉛筆 那個你畫了勾是會做廢票的是吧 這幾乎已經成了全世界的一種心病了 但是我個人以前講過 我最自豪的就是在2020年 我當時在cover美國的大選的時候 大家知道當時我是堅定的支持共和黨的 然後在一開始出現票數 突然出現翻轉的時候 我也有過非常強烈的懷疑 不管從數學角度還是從概率角度什麼樣子 總覺得這裡面是有問題的 包括這裡面有大量的郵寄選票 郵寄選票 直覺告訴你郵寄選票容易被人大規模的做手腳 但是到了大概10月底還是10月初的時候 無非就是證據 你找出證據來 越來越多的證據讓我越來越不能說服我 越來越多的人所出示的說 這個是做票的舞弊的證據 越來越不足以說服我 而且這些舉證的人他們的reasoning 他們的說理的過程 或者說好像論證的過程 讓我覺得越來越不舒服 所以在10月底那個時候我就正式宣布 我不再報導任何關於美國大選的事情了 我覺得應該讓他們自己去博弈是吧 我不參與這張博弈 最後博弈出來什麼結果 我覺得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認 所以儘管這個事後來還是有爭議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系統性舞弊的這樣一個證據 當然依然 我還是那句話 我們凡事都要給陰謀論留一點點的空間 並不否認說可能存在很小的概率 有這樣一個很難實現的陰謀論 最後真的被人實現了是吧 但是你始終要考慮到這是一個極小概率的事情 你不能把它拿出來來支配你自己個人以後的生活 跟你的政治的觀點 OK 這樣其實對你對於整個社會 對於所有人都不是好事 所以還是那句話 如果說您覺得有問題的話 我堅決支持你通過正當的渠道 包括你到窮盡了所有渠道以後 走輿論的在台灣法律的允許範圍內 去走輿論的申訴的渠道什麼樣子 我支持你 但是我們大家最好還是不要把一件事情做成它不可證為 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事兒 你如果覺得怎麼樣才能證明 你必須要給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說我能夠通過這種方式 我可以證明這裡面沒有發生問題 你不能就說別人證明了這個 然後你就說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用各種各樣概率極低的可能性 來確認自己的猜想說這個事兒肯定有問題 這個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 對所有人都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一起還是要來維護 一方面維護一個來之不易的這樣一個民主的環境 另外一方面也維護我們自己的和他人的身心健康 當然我知道現在很多在講這個作票的 很多都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很多比較年輕的朋友是吧 對你來講這個事兒可能也是第一次遇到 你們之前對於民眾黨的成績可能有更高的預期 是吧 這個其實也能理解 但是越是這個時候 越是需要我們一起來調適我們自己的心情 我待會兒會跟一位國民黨的朋友聊一下 做一些訪談 然後如果有民眾黨的朋友 包括你對這個作票有非常強烈的主張的朋友 如果你想聊一下的話 你也可以發信給我 我因為發信給我的朋友很多 我只能在那邊選一些 可能我會在台灣期間會大家座談的朋友 但是我也想跟各種來自各種不同背景 不同觀念的朋友能充分的交流 就是這樣子 好我看看大家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中斷吧 好 感謝剛為這位朋友的打賞 其他的就沒有什麼講了 所有發生在台灣的事情 包括所有發生在中國的事情 我個人覺得都沒有什麼獨特性 就是絕對的獨特性 就是說這個事情只有在台灣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都有 其實在全世界的民主 幾百年的民主的過進程中 你都能找到相對應的樣本 千萬不要認為台灣好像這個事情特別的壞 或者說特別的好 好到全世界都沒有哪裡比這更好是吧 或者特別的壞 都有界限 當你看多了其他人的樣本的時候 也能幫助你來保持這樣一個平常心 感謝這個朋友提供的訊息 說台灣叫漢方以前就這麽叫 原著名的 ok 我知道我當時講過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去宜蘭那邊看到有一個查鋪叫做漢方查鋪 好像有這樣子 我解釋一下我知道台灣一直這麽叫 ok 但是根據我對台灣中國日本這段歷史的了解 就是所謂漢方 漢方什麽東西很可能是從日本這邊過來的 所以台灣這麽叫就是因為日本當時日治時期的 很多的這種說法 藍方一啊漢方一啊 就這麽研習下來了 在中國出身的人或者說中共的眼裡看來 叫漢方這個東西是大逆不道 ok 這就是我是這麽看待這個問題的 我知道這是台灣的傳統 好吧 好就這樣啊 青山不改 綠水長流 我還有幾十分鐘要跟國民黨的朋友聊天了 拜拜